特洛姆普准起来有多可怕 不但远台打进 同时还把黑球给击活了 这家伙的准度真是无界 这是2018年市井赛 齐金斯对阵特洛姆普 齐金斯粉球打进 在K到红球之后 白球处于普遍位置 此时巫师领先64 桌面胜于5颗红球 理论最高67 齐金斯只要再进一颗红球 就可以完成超分 海根超分红球没有打进 把局面交给了特洛姆普 虽然周面分数还够 但此时黑球以及两个红球在突边 从球形来看 局势对准身并不乐观 现在的分叉 特洛姆普只能围绕本球打两次 必须要尽快把黑球解放出来 对局才有希望单杆制胜 不看得到 但他很容易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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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二次撞击 特勒蒙普这根K球效果不理下 K球依然处于扣边 无法进攻 默默是不太坏现在 在对方的左手上 当然是在对方的桌面 没什么事 他会很幸运 他会很幸运 那是个坏的撞 挺近的 我认为是 是有正确的 还是想继续尝试开黑球没有成功 这一干特鲁木铺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他只能打粉球 而且必须要进 才能确保清台后追平比分 天哪 这准度真是无解 连续两次K球失败后 特鲁木铺用自己最犀利的武器 一干超级远台 顺势成功把K球踢出来 老张撇的嘴巴一脸无语 有准度的人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威廉姆斯是这样 特鲁木铺也是这样 就跟开了外挂一样无解 现在剩余的两个红球必须要吃黑 完成清台刚好是64 追平比分 然后两人进行抢黑大战 决定最后的胜负 特鲁木铺在翻带鼻祖海根面前也秀了一个翻带 看来小特在以前的交手过程中没少偷失 现在已经来到最后彩球环节 两人即将上演残酷刺激的黑球大战 是 这一场是 42 这四个红球 现在我们和四个红球的红球 这四个红球会来到最维守 现在 中文字幕提供 黑球打进已分64平 现在两人需要惩治黑球进行抢黑大战 决定本局最终的胜利 抢黑大战通过猜硬币的方式确认开球权 猜中的一方获得选择权 可以选择自己开球 也可以让对手开球 缩纸上的缩纸 可能需要抢黑球 留在缩纸上的缩纸 现在不错 阻撼阻力 缩纸上的缩纸 质疗的过去 漂亮 对比刚才特勒姆普内干 斯基斯这防守真的是堪称教科书 两颗球都控制在库边 做到了滴水浮漏 跟巫师一比 特勒姆普在防守方面的不足 立马显现出来 肺肝已经直接给老张 留下了最好的进攻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 西金斯这黑球竟然差了这么多 连带脚都没有碰到 让人大点眼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球的冯凤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